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珠迷你 嘅猪的頻道 很久沒見了 這假期大家去了哪裡玩 歡迎在彈幕或者評論區分享 大家現在可見我身後是這個花椅 沒錯 今期來到文化公園 這一條不是庫存 是我在11號這一天來到文化公園拍攝的 其實本來中秋節已經上來 去看這個花燈 可惜時間安排不到 終於在這個局慶假期來這裡去看了 為了來保中秋節 沒有來行這個燈會 今天我還特意派了 我今年買的中秋燈籠 來行這個燈會 是不是應景呢 我覺得這個開心幸福的關鍵 人生的關鍵 就是不要理會其他人的眼光 我今天就當它是這個中秋節的日 你走吧 我們出發 上一次和大家一起看花燈 都是春節的時候 在月秀公園 今天來到文化公園 這裡是免費的 所以現場其實都很多的市民 或者遊客 我記得是中秋節的時候 就說非常多人現場 人家說是推陷過花街的 說到中秋吧 不知道大家家裡的月餅 吃光了嗎 哈哈 後面有兩位很熟悉的朋友 大家有沒有認得他們 每人立地址都會看到的 Yoyo 那我春後年的呢 我估計就是這個燈會的主角師一 雙龍喜傳 今年是龍年 龍呢 真的是非常之厲害的 中間的這個 波波呢 是還未懂得轉的 我發現了一個 很適合我這條魚 拍照的景 看看 有兩條魚 上面呢 還有這個 多利市造的魚燈店 好 那以上呢 就是本期視頻的全部內容 多謝你們看到 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的視頻 或者本人的話 記得點贊 那我們下期視頻再見 拜拜